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上过 有的有的 有找爱做的 有参与过这个课程 有 也有结束过的 其实我是做过的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叫NPT 其实本身是有的 针对这一次我重新在 因为之前做的是差不多五年前 所以这次重新再整理过 其实我是看到更靠近我现在的一个个性的一些改变 然后我现在的自己 有更深入的一些看到一些了解 我觉得挺准确的 对我个人而言对我自我分析 我觉得它至少有达80%以上或更多 而且我觉得这个绝对有 对个人成长或者的认识会有更大的帮助 最大的帮助还是给予讲说 我们可以更指示自己的一些缺点的部分 然后在优点的部分我们再继续加强 缺点的部分我们也要做一个改善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再到尾去看的时候 再到尾去看这些分析的时候 大概知道原来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在做分析问题的时候 会更有一个根据 大家一起去互动 尊重每个人的不一样 然后从中起小心的找出各自的一些优点 然后接受他人改变对他的一些观点 然后如何找到一个公司一起合作 然后往前走 就像同事我们像我们今天一起参加一些同事 那我们可以更了解他们的性格 可能他们隐藏性格的部分 我们不知道的部分呢 那我们可以从中了解 也可以从中去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他相处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你们的接触 就跟我经历过得会比较不同 你们的方法会跟循序渐进 就是讲他可以从大的 然后再从小的踩下去 其实我从以前 以前我是没有试过这样子 就是每一块每一块 你这样这样子来分析 就是那参与感会更强 我觉得今天它是个比较轻松自在的方式呈现 让我们更能够打开自己 而不会变得很拘谨 因为很多时候一些课程会让你变得拘谨 这个拘谨起来 你就会某个程度上要封锁自己 去吸收更多东西 因为不能unlearn 我觉得这个情况 在一个比较欢乐的情况下 你更舒适 更能够坦率的担任自己 就不会说 我要防着你 你要防着我 之类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觉得讲师就是这个心理师 他也很好 他用他的笑容跟欢笑跟欢乐 把大家的氛围打破了 不会变得很崩溃 我看过的人是那个 你把自己这样子吗 就是 出边就别人 前面看完了 前面有 肯定会的 这个是一定会的 直接讲说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下来好像对于公司上我们去分析各个staff 我们的性格的话好像更容易 而且更知道说对方的那个特长是什么 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岗位给他 这样 我觉得我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它非常有效 因为现在人普遍上真的对自己的了解可能真的停留在一个某个表面上的程度 因为现在社会我觉得太多东西了 它太多东西去分散你自己去认识你自己的一个机会 或者也太多的时候变成自己在转牛角尖 而你没办法看到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身边也很多朋友 尤其在这个MCO期间 大家困在家里了 就开始自我怀疑 自我怀疑我觉得他就逐渐的忘记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或者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我觉得让自己给一个机会 自己更有系统化的了解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性格 通过MVTI绝对能够绑到你